現在要來製作一碗 我平常最喜歡吃的烏泥丼飯 烏泥就是海膽 可以看到像這樣子一盒 你在外面超市可以買得到 現在呢 你只要準備一碗白飯 還有一些 イクラ 鮭魚子 鮭魚子 然後還有一些醬油 日式醬油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一點點 上次吃生魚片剩下的 那個 山葵 wasabi 好 現在我就把海膽 放到白飯上 大概放個 因為我就放一點點白飯而已 所以 就放個幾片海膽下去 好 我現在海膽放好了 其實呢 有那個海 就是海苔絲是更好的 但是我現在家裡沒有海苔絲 所以沒關係 好 剩下就把我 還有剩的一點點鮭魚卵 全部放進去 好 好了 我現在全部已經放完了 而且海膽呢 跟鮭魚卵他們都有非常豐富的營養 好 現在放一點 wasabi wasabi只要放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 像這樣捏一小坨 放在上面 好 好 接下來呢 就倒一點醬油 好 這個日本醬它非常特別 它是有帶著一點離子味道的 好 有點酸酸鹹鹹的 如果平常裡面有這種酸酸鹹鹹的醬油的話呢 你就放一點檸檬下去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這就是我們 最好吃的 鮭魚卵丼飯 鮭魚卵丼飯